本台快讯 皮诺康尼协月大典已进入倒计时阶段 伴随着钟表小子的滴答声 十二个系统时候 这场庆典即将迎来盛大的开幕 都跟你说了 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商量 不好意思了毛茸茸的小家伙 我实在有些药警师要办 不得不用这种方式请你们帮个小忙 既然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我也必须提醒你这么做的风险 兄弟 搞这么剑拔弩张做什么 他这玩意儿不就是为了打个招呼 最后一次 表明你的身份和来意 我叫布提翁 是个巡海游侠 巡海游侠 至于吗 表情跟活见了鬼似的 以为我们已经死绝了是吧 确实 萧生匿迹太久了就找坏处 巡猎的异侠团体 可不会劫持新穷列车 我这不还没劫持了吗 拿着枪和人聊聊天 就算劫持 大概算了吧 恕我直言 银河中有许多关于巡海游侠现状的传闻 都不是什么美好的故事 我很难相信你 笑死了 这帮傻宝编的故事越来越离谱啊 还说巡海游侠全都被原始博士变成长臂员了 正在哪个山沟里荡秋千呢 当然 我知道你们不会醒 所以同样的 我也不能轻信你们就是真的无名客 瞧见这枪里的子弹了吗 九毫米永远的经典 眼下我需要新穷列车的帮助 但如果你们和那家伙一样是群冒牌祸 这子弹怕是要淘我脑门里了 我可不能让自己身陷危险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你们得先证明自己人 往哪儿走的 认得这东西吗 这是 他宝贝的结盟预兆 仙州真把这东西给你们了 宝 宝贝 这是仙州罗府警员将军赠予列车的预兆 这物件在车上 便是仙州联盟对星穷列车身份的认证 足够了吗 行啊 下午 无论银河浩祸 只需轻轻一卧 便能召唤成千上万的云骑军 抱了个背的 得有多壮观呢 现在轮到你了 巡海游侠离开聚光灯太久了 没这种道上公认的好东西 但这种场合我见得多了 解决方式也很简单 来吧 你可以随便向我发问 看看我的回答能不能赢得你的信任 要是真觉得可疑 再让我离开也不迟 我凭什么配合你 如果我真是巡海游侠 你怎么这么做 你绝对不会吃亏 说说看 巡海游侠是个怎样的组织 兄弟 这问题够难回答的 我甚至很难说我们是个组织 无非是大家都走在巡猎的命途上 都有自己艰辛的正义 都不是那么 受所谓普世价值的欢迎呗 这种回答得不到信任 只会让你的处境更加危险 我猜你是想问什么共同的信念吧 但巡海游侠用不着那种东西 我们聚在一起 靠的是共同的底线 不可欺凌弱小 不可滥杀无辜 这些个誓言可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信念 而是做人绝不应该触犯的底线 身为巡海游侠 我们只看底线 每当有人要践踏踏踏实 巡猎的复仇就会找上门去 而这时底线的另一重意义就来了 只要不触碰它 你做什么都行 明白吗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要找新穷列车的麻烦 都说了没想找你们麻烦 我有事必须去趟皮诺康尼 但没有邀请函 家族连酒店门都不让进 这不只能借用下无名客的身份 全银河都知道你们是家族的贵客 巡海游侠不也是吗 你说到点子上了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告诉你们也无妨 游侠们在追杀一个冒牌狂 一个穿我们衣服冒名顶替的小可爱 他现在就在披露康尼 我的线人是个异者 他就和所有的魔鹰生物一样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 真的宝贝的吓人 但他提供了重要线索 那个冒充巡海游侠的人 是谁 这算是第三个问题了 很难回答吗 不难 只是说出来怕你不信 那家伙自称黄泉 根据我们的眼线 他很可能是一个 虚无的令氏 这不可能 看我怎么说的 放心 我刚得到这消息的时候 反应和你一模一样 伊克斯从不撇视任何人 这才符合常理 他有什么理由授予凡人力量 那你一定知道令氏也可以隐瞒自己的身份 甚至对不少人而言这么做更好 不然 就意味着走上银河厮杀大舞台 甚至背叛所行的命途 我就有幸见识过一位欢愉令氏 只看外表和那帮小丑根本没区别 要不是老子运气好把他灌醉了 还真不知道对面的身份这么显赫 即便是最纯粹的巡猎 也有灯光下的仙舟联盟 和阴影中的寻寒游侠 命途终究是由人创造的概念 一定存在超出你我认知的外界 认为虚无不存在令氏 没准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够虚无呢 所以明白了吗 你的伙伴现在很危险 可以说是相当危险 如果还不相信 你大可给他们发个消息看看 但我会劝你动作快点 毕竟咱俩谁都不知道梦境里发生了什么 也同样不知道那艺者的话有几分是真 我认为黄泉 和那位黄泉 究竟打算做什么 我不打算做什么 这由不得你 知道吗 第一次来到梦想之地的人 会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确认自己仍站在坚实的土地上 然后 他们会不约而同地 抬头望向天空 无论现实或梦境 仰望天空是人类的本能 自黄金的时刻 落成的那天起 它就一直在那里 守望每一个生色犬马的夜晚 可如今这片夜空 却被无情斩断 染上虚无的阴霾 而这个过程 仅仅只在 一刀之间 一刀 并不准确 其实是两刀 只是第二斩比较迅速 重点 不在于此 这场盛会 聚集了太多不应被邀请的客人 纵使同邪包容万象 为了皮诺康尼的和平 我也不得不对其中的一些人 下达诸客令 神会之心容不下你 虚无的阴露 活在阴影中的人 不应走上 光亮的台前 就生活在阴影中之点 我们应该没有区别 至少在和别人对话时 你应该献出本梦 皮诺康尼的梦主 不能让你留下的理由 有多了一个 但无论你是否相信 这就是真实的我 不仅如此 每一位都是 这就是家族口中的万众一心 我的梵胎早已消散 肖木加息的十万七千三百三十六名孩子 是我如今的言而口 在需要时 带我将谐悦 在这美梦中传扬 在必要时 替我将罪落 从这乐园里流放 听起来 你要请我离开皮诺康尼了 很高兴 你尚有自知之明 可惜没有请 你觉得自己能做到 你是在威胁我吗 我用的是句号 这是一种 陈述 在知晓我身份后 仍能流露出如此恶意的人 你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此情此景 发生过太多次 面对我的问询 人们大多会反问 有何不可 但结果 一直都是不可 你很自信 但请记得 家族谦逊 可从不软弱 通邪的闲音 便即还语 若你不从 只要那把长刀 出窍分毫 你终其一生 都无法逃离 无限夫掌的怒火 而在那之前 一百三十七人 这是自成为梦主以来 我亲手流放的外邦人 他们中 曾有人折断我的双翼 曾有人将我的身躯焚毁 但今天 我仍站在这里 不介意为这数字 再听一笔 然后你会死 我的意思是 你们都会 但那种事不会发生 就照你说的 我会离开 嗯 十分明智的选择 似乎也没有别的选项 于你而言 这的确是唯一的道路 请时刻记得 你和皮诺康尼 不属于一个世界 生于毕与避岸者 无法在此案 寻得归处 离开 永远别再回来 生会之心的光芒太过耀眼 吸引了太多骗子 恶徒 罪犯 但即便是同邪 也绝对不会欢迎 虚无的自灭者 更何况这位自灭者 还要带着周遭的一切入灭 你的力量 分明是陈年无相者的馈赠 深不见底 就像是深渊中 躺出了一条支流 为众生带去死亡于罪恶 黄泉 名副即使 把这当作来自彼岸之人的忠告吧 你比我更清楚 皮诺康尼已然背离了同邪 无论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能看见一种结局 他的未来是一片虚无 就和所有溺亡在他阴影中的世界一样 刚才的起义迹象 是由克劳克影视乐园的设备故障引发 家族于第一时间封锁现场 另无人员受伤 各位宾客尽情放心 我敢发誓 那绝对不是拍电影 那么多筹码从空中掉下来 我快抓到了一枚 可转眼间 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请问 你说的是克劳克影视乐园的事故吗 对啊 怎么了 这 质康鸟小姐 我没看错吧 别紧张 是筹备已久的你梦记是吗 在演出上使用的 原 原来是这样啊 那那就说得通了 只要能让协约大典顺利举办 我一定全力配合 谢谢 作为交换 我也赠送你一份小礼品吧 这个按钮是 在大典的某个时刻按下它 说不定会有惊喜啊 好了 似乎别的客人也在烦恼呢 我先失陪了 祝你继续享受这片梦境 这么多人都在议论 影视乐园闹出的动静 可真大呀 尽管你自己 团队 我用不着你操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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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暂未发现隐患 预计很快就能恢复秩序 赤羹鸟小姐放心 我们会加强险落 保证不出任何意外 我相信你们 不过关于影视乐园发生的事 各位猎犬要是怎么想的呢 没关系 说出心底真实的想法就好 呃 这个 其实 事发前不久 我就在现场 公司的使节来者不善 这件事是真的吧 还有那位寻海游侠 轻而易举就斩断了天空 赤羹鸟小姐 我实话跟你说 大家心里头都在犯嘀咕呢 本来这么多派系齐聚皮诺康尼 就够让人不安的了 感谢你们对家族的忠诚 社会之星确实遇到了些麻烦 那位公司的代表 试图收回皮诺康尼的所有权 甚至做好了采取强硬手段的准备 当然 家族没有同意 教授破裂的结果就如你们所见 怪不得 我听说公司员工被禁止进入梦境 原来这才是主意 那个闹事的混蛋哪 有被抓住了 放心 星期日先生正在追踪他的去向 预计很快会有结果 但事已至此 公司一定不会轻易罢休 所以梦境的秩序和稳定 就要拜托你们了 直更鸟小姐放心 我们肯定会认真执行命令 绝不让公司的家伙得逞 辛苦了 如果还有其他成员感到不安 可以带我转述 守护梦境 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这是约有花家席为客人们准备的小礼物 也给你们一份 在斜月大典上打开 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居然收到了 吃羹鸟小姐的礼物 简直像是做梦一样 不对 这不是已经在梦里了吗 要真有人来找事 我们不怕上战场 请放心 梦境的和平稳定 就由猎群们来守护 梦境的和平稳定 就由猎群们来守护 直更鸟小姐 是那位文明宇宙的超级明星 直更鸟小姐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粉丝呢 我很荣幸 欢迎来到皮诺康尼 一个满盈着美梦的世界 没想到能遇见真人 您 您这时候 不是应该再为 协月大典的召开 做准备吗 舞台筹备固然重要 但举办仪典 本就是为了向各位 传达神主的协月 如有机会能与大家共唱 我自然不应拒绝 方才那场事故 给部分兵客 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作为家族的一员 我理应前来向各位致歉 可 那真的是事故吗 我们都看见了如雨滴般坠落的筹码 还有划破天空的红光 说是特效 未免也太逼真了吧 我还遇到了那位慷慨的先生 她的样子很不对劲 始终在自言自语 难道 这也是剧本的不简 请大家不要惊慌 相信家族能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可就算枝羹鸟小姐这么说 也很难相信啊 也有这种怎么都不听劝的人呢 没完没了 我也是会累的 是羹鸟小姐 但还是帮人帮到底吧 没办法 谁叫我是出了名的 乐善好施呢 我刚刚是在做什么来着 小姐 你又是 收下这份礼物吧 小宾客 这可是家族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哦 一定要好好拿着它 等到协约大典开幕 然后再剧目的最高潮 和身边的人一同摆下这个按钮 说不定 会发生非常有趣的事哦 一切回到了原点 你曾经从这里踏入黄金的时刻 也将从这里 踏入真正的匹诺康尼 很高兴能再次与你同行 事到如今 我也终于能向你袒露全部的事实 如你所见 我的另一个名字是 星河猎手 萨姆 对 抱歉 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 还记得我们在陌生的梦境里 遭遇了死亡吗 那是我被迷鹰攥在手中 在它即将行凶的瞬间 我从那只害人的瞳孔里 看见了另一篇梦境的倒影 根据剧本的提示 我对那只迷鹰有了些猜想 于是我让银郎寄出邀请 将各位引导至梦中的酒店 我本打算在你们面前换来死亡 用更直接的手段揭示谜底 邀请你们入局 但 事与愿违 我无法违背剧本 甚至来不及开口向你说明 就像你看到的 我被死亡的一人贯穿 浓稠一致的重压 它们在脑海中炸开 恍若现实 但一瞬的麻痹散去后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好无损 我果然还活着 且如我所想 抵达了于美梦截然不同的地方 匹诺康尼的梦境下 埋藏着另一篇更原始 也更混沌的异域 它的名字是 流凤之地 于是我返回梦境中的酒店 想告诉你它的存在 但我还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 只能想办法 转移于你同行之人的注意 将你带离战场 而后 我的种种尝试借以失败告终 直到不久前 一道血红的刀波 劈碎了梦中的高枪 令你们跌落到这深层的梦境中 我才得以将你和同伴们 一个个唤醒 这就是 此前发生的一切 我知道 要无条件地相信这些很难 我只是想说 你离最后的答案很近了 持续做一件事 我就能为你证明 接下来 让我们离开这里吧 请闭上眼 然后深呼吸 在心里描绘梦境的轮廓 记得 绝对不要睁眼 三 二 一 不用害怕 迎接我们的人 来了 来了 我从来不知道 你还会做这种事 嗯 你有驾驶症吗 有 这可真是 令人意外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罪恶都市夜配了 不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你已经二十个系统室没睡了 没问题吗 没问题 死不了 我和你都一样 我可未必 还是看慢点吧 既然若已经结束了 你随时可以启动丧 一剧本下一幕还有些时间 让我再多待会儿吧 用这副身体 好长的隧道啊 出发的时候 没觉得它有这么长 关个系统时候 它会带我们找到卡夫卡 接着就是夜配了兄弟会的覆灭 这些也都是剧本 你的剧本里也有 抱歉 我没注意 你 就算你选择幸福时 他们的命运 也不会改变 我说过吧 这是个坏性 那你呢 这一次 你能得到想要的死亡吗 一如既往 一片红白 它不在这个星球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因为我正在一辆疲劳驾驶的车上 我希望它能安全抵达 这车有自动驾驶 我只是把手搭在方向盘上 行了吧 开玩笑的啦 艾利欧总说 命运只有一种 谁也无法绕开 它能看见未来 而我们 同样只想自己既定的结局 但在那一刻到来前 人依旧能为自己选择去做些什么 我们都有这个权利 对吧 今天过后 叶佩拉的名字 就会从银河历史中消失 而永火关底将娶儿带着人 在不远的未来 收到一封妖精了 那就是为了下一站 梦想之地 匹诺坑尼 若你在那里找到想要的答案 过程 解脱 很高兴看见你平安无事 闭上眼睛 这就是答案 很不可思议吧 一直被我们视作死亡的怪物 其实是流放之地的守卫 它遵循某种特定的规律 将美梦中的人掳走 带往这里 我们此前一直在困惑的 梦境中是否存在真正的死亡 现在看来 完全是幕后主使设下的思维陷阱 为了掩盖人们失踪的真相 以及 这总名为刘孟娇的惩寨 那只迷鹰的每一次出现 都与钟表将有关 既然刘孟娇是她将众人掳走的目的地 想必不少困扰我们许久的问题 都能在此地得到启发 这里的氛围和美梦截然不同 人们生活得极其松散 不存在家族那样的管理者 精神状态也有些微妙地恍惚 但从居民们的只言片语中 我得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加拉赫 又是这个男人 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每一个关键的地方 倒也为我们省去了寻人的麻烦 祭祀和三月已先一步动神了 调整一下状态 我们这就出发 真正的梦境 流放之地 出发前 要再和大家聊聊吗 很抱歉 直到现在 才能把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你 有两个原因 起义是剧本 在艾利欧看见的未来中 萨姆和星穷列车的对立无可避免 我试着打破预言的桎 也只能做到现在这样 除此以外 是我的私心 我想以流营 而非萨姆的身份 和你们同行 谢谢你 谢谢你 艾利欧给我的指示只有一条 让星穷列车 一同追逐盛大的遗产 这意味着钟表将的遗产 对开拓的旅途 对你都意义非凡 以前 艾利欧的剧本 都是围绕着某颗具体的星河展开 但在你出现后 这条规则似乎就不适用了 也许 它也在未来中 看到了不可能之事吧 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医疗苍吗 那就是萨姆 苍穹战线的格拉莫铁骑 火银四行战略枪袭装甲 它是我生命的摇篮 是我诞生于世的意义 以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它是世界眼中 唯应当呈现的样子 柳梦娇的时间尺度与现实不同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你对意志很敏感 稍有不慎 可能会迷失在这片抑郁中 有什么担忧 不妨说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难怪黄泉小姐始终不愿拔刀 难以想象那朴素的刀鞘里 竟蕴含着如此恐怖的力量 若非杀金的力量原自存户 恐怕整片梦境都会受到波及 不必为此感到负担 即便没有你体内的那颗星河 杀金也会找到其他方法达成目的 眼下就相信黄泉小姐吗 考虑到她的实力 我们应该也无需担心 在你们开展调查时 她提供了关键信息 米哈伊尔曾经的钟表将 与家族一同建立起如今的匹诺康尼 又因为某些原因与家族决裂 但问题正在于此 你们明明是在侦办凶案 身为治安官的她 为何顾左右而言她 开始讲述自己和钟表将的过去 现在这个名字又出现在刘盈小姐口中 很难不令人心生怀疑 在找到你之前 她已向我们表明了星河猎手的身份 并分享了许多信息 那位荣火骑士的真身 竟是一位少女 于她而言 这断然是个不可轻易告人的秘密 从这点来看 可以相信她有合作的意愿 不过她也有些秘密没有完全坦诺 我曾有种感觉 那女孩的状态 与一般的入梦者不同 但愿不会造成危险吧 希望你已平复了心情 等你做好准备 我们就出发 欢迎来到天堂 陈梦假梦 哈哈 都是浮生一梦 不如多饮 苏勒达 不许多饭 不许多饭 沿着这条巷道走 能看见一座升降梯 她会带我们去流放之地的中心 哼 哼 哇 不许多饭 不许多饭 她会带你 死于 这个人 不许多饭 如此巨大的钟表象 看来那位钟表象 也在刘梦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本 看来 来 难以执行 在家族的实现外 梦境中还坐落着如此为主的聚居地 这座城寨的气氛 和宝宝大不相同啊 第一次看见时 我也很惊讶 这里的天空 就像是十二梦境的倒影 更奇怪的是 这里也分成了贸易区和居住区 秦官朴素 却十分完备 看来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此生活 两处梦境虽风格各异 建筑的样式却相差不大 很像是同一位设计师的作品 这种相似背后的联系 也引人遐想 多想无意 先去和姬子他们会合吧 走过这条路右转就是贸易区 那里人多一些 也许有人知道他们在哪 你不与我们同行吗 星穷列车 应该需要一些内部讨论的空间 趁这段时间 我会先试着寻找加拉赫 那我们稍后联系 让他去吧 在判断他是否值得信任前 我们也需要观察 在此之前 我还想找一个人聊聊 一起吧 我想你应该注意到了 就在那边 白日梦酒店的门童 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又恰好在黄泉小姐 斩断美梦后不久 保险期间 还是确认一番为好 是和我 我 我可没有得罪人 是先前的客人 我们又见面了 还有位新朋友 我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是酒店门头弥莎 你好 弥莎 我叫我阿尔特 我们在入梦时见狂 你编上这位诗 滴答 老朋友和新朋友 来击个掌吧 你是异域弥英 不是的 钟表小子是我的好伙伴 我们的家都在这里 嗯 两位客人又是怎么来的 按理说 这片梦境应该没有对外开放 难道是绵面 你说 这里是你的家 是啊 美梦的工作结束后 我就会回家 以前交通还算方便 但自从没办法自由通行后 就一直是绵面 带着人们在两座梦境之间往返 那位绵面又是 你能形容下她的长相吗 绵面是只异域弥医 长得汹汹的 有许多只大眼睛 但她其实很听话 也只是加拉赫在照顾绵面 从描述来看 那只迷鹰毫无疑问就是死亡 虽然被家族视作梦魇 但在这边的居民眼中 事实似乎截然不同 死 死亡 梦里怎么会有死亡呢 绵面是比较凶 偶尔也会错把无辜的旅客带回来 但她绝对不会害人 既然如此 请问这一两天 她是否有带什么客人回来呢 事实上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 美梦中的失踪案 这样啊 那你们应该和加拉赫谈谈 不过她正在接待 向墨加西的访客 特意嘱咐大家不要打扰 娃尔特先生 你们正在寻找的人 莫非是只羹鸟小姐 果然 有刘英小姐做先例 倒也在意料之中 如果两位是来找枝羹鸟小姐的 我可以带路 她吩咐过 可以接见外面来的客人 那就拜托你了 另外 我们也在寻找失散的同伴 红色头发的女性 身边还有一位粉色头发的女孩 不知道你是否有印象 这就没有了 但请放心 刘孟娇不大 也不像美梦那样繁华 但安全保障可是一等一的 不如这样吧 既然各位客人是出自拜访刘孟娇 我来担任向导 先带你们找到同伴 再一起去拜访枝羹鸟小姐 小姐去格力沙太太那里 看我小孩子们了 一时半会不会离开 时间上应该来得及 嗯 恭敬不如从命 如此一来 困扰匹诺康尼的两桩命案 便有了解答 只是幕后主使的用意 变得更普说迷离了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虽然还没有十足把握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得找到他 话说回来 你先前提到过 你见过一个只有自己 才能看到的钟表小子 是吗 嗯 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难道我的童心也 哦 算了 这不重要 还是先跟着米莎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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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向各位介绍这座大空洞呢 既然如此 各位一定和柯梅小姐很有共同语言 看 他就在那儿 看他就在那儿 嗯 我终于算出来了 再过十个系统时 上面的美猫 就会吞掉下面的美猫 我的猜测是对的 这里将不复存在 美猫会吞噬一切 嗯 你们是谁 这里要消失了 你们还不走吗 我是梦境策后员柯梅 专业是意志动力学 正在钻研自己的毕生课题 看见这大空洞了吗 很多年前 它还只是一道缝隙 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大洞 这附近的意志 一直以某个恒定的速度 缓慢流向空洞的另一段 但可怕的是 根据我的测算 最近意志涌流的速度 开始变化了 并且前所未有的快 简直 简直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从大口那边损息一样 通过不断改进 拉扎丽娜女士的意志测量法 我终于得到了准确结果 十个系统时候 刘猛娇将不复存在 犹如冰山消融 一切都将土崩瓦解 和空洞那边的美梦碎块 融为一体 你 请不要担心 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了 柯梅小姐人不患 就是有些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 她应该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算错了 比起这个 有另一件令我在意的事 请问你口中的拉扎丽娜女士是 你也认识她 还是你也喜欢意志动力学 我们对拉扎丽娜女士的成就很感兴趣 可否展开讲讲 当然 她可是意志动力学的杰出学者 是第一个将意志速力测量法 应用于星际旅行的人 可惜 由于刘光一庭的存在 普通人不怎么关心意志的性质 最后她岌岌无名地离世 只留下几本薄薄的笔迹 我慕名前来匹诺康明 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刘梦娇 只因为这里是她的逝世之地 天都英才啊 如果拉扎丽娜女士还有时间 她一定能找出逆转意志流动的方法 我感觉到了 源头就在 黄金的时刻 那里有某种异常的存在 在搅动异域的海流 我必须给出更加直观的证明 我一定能说服大家 还记得拉扎丽娜这个名字吗 在启程来到皮诺康尼前 列车长拜托我们打听的 几位无名客里就有她的名字 看来她在刘梦娇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测算 而后匆匆理事 是 柯梅小姐经常提起她 听说拉扎丽娜女士 在监狱战争时期便去世了 要是她能见到如今的匹诺康尼 看着大家在抑郁里建设的家园 一定会非常开心吧 也许吧 我们的目的地是贸易区 那是刘梦娇人最多的地方 说不定能找到各位的伙伴 放过我吧 醒醒了 鬼 鬼 别 别过来 都说了我是活人 你也是活人 正常点好不好 啊 原来和她 还有你 等你们好久了 啊 快帮帮忙 我在路上遇见一个家族的人 他吓得不轻 我就想让他冷静点 结果 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我一生记得心上 怎么死了还不得爱心啊 那 就成这样了 什么鬼 小心我敲你 他非觉得自己是死了 虽然刚掉进来时 我也有这种想法 这位客人 这里不是死后的世界 是刘孟娇 就是就是 听见了吗 跟我念 刘孟娇 你 你还和看不见的东西 留在有来有回 我不是死了是什么 我就不敢做自挑战经济 尝试在梦里入睡 母后星星害死批批心啊 别 别再问了 会把怪物引来的 死去的人 全部都在这里 全部 你说的不会是 异域弥音吧 别说说那名字 都怪你 他 他们来了 我下手很轻的 别动了 我下手很轻的 别动了 我下手很轻的 他昏倒了 想必是负面情绪太过强烈 引来了附近的异域弥音 哦 不过 怎么路上的行人都不害怕呢 和美梦不一样 在这里大家不把异域弥音当作危险的怪物 就算真的有危险 也可以通过强制唤醒脱离梦境 不过这位先生 不能晾在街上不管 能带他去个安全的地方吗 那就拜托翠斯阿姨吧 等你们的时候 我已经认识了好多当地人 云音不觉 人们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不知该怎么形容 但总觉得这里 才像真正的梦中世界 天才的一个 你要如何应对 海森阿姨 晚上好 海森阿姨 晚上好 现在算晚上吗 是三月七小姐啊 欢迎 这几位是 这两人是我的同伴 至于堂地上这位 是个下晕过去的胆小鬼 懂了懂了 又一个不当心闯入这里的人 把他留在这儿吧 最近生面孔是越来越多了 美梦中肯定发生了不少事吧 阿斯德纳仅剩的几片自由之地 也要不得安宁了 这种事很常见吗 说常见也算不上 但频率是越来越高了 这也是美梦崩溃的征兆之一吧 这先生受了不小的冲击 三月七小姐 能帮我去找一位天环族少女吗 她的歌声可以治愈精神创伤 天环族少女 想必说的是织羹鸟 此刻她也在留梦叫 织羹鸟小姐 她不是 对啊 如果刘盈姑娘平安无事 石羹鸟小姐一定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这位米莎正要带我们去见她 弄清各种原味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先和姬子会合吧 你之前应该和她在一起 我们之前在居住地 遇见了好些偷渡客 他们大多是从临近信息来的 据说像刘孟娇这样的地方 在阿斯德纳的抑郁中不止一处 就像大海里的小岛 在家族到来前 他们就已经存在了 我还打听到一种说法 据说刘孟娇处具规模的时候 这里才是匹诺康尼梦境的中心呢 如果这说法属实 美梦与此地的诸多相似之处 就说得通了 姬子应该还在向大人打听消息 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喽 拿着杂俄所 很好 我们刚刚就是在这儿分开的 不远了 是这样啊 真没想到 会在这里补权剩下的信息 用加拉赫先生的口头禅来说 就是天意弄人吧 戒子 我把他们带来了 看来人都到齐了 正好见见弥凯先生吧 流放之地的负责人之一 弥凯先生 他们就是我的同伴 各位无名客 幸会 您认识我们 从你们踏入皮诺康尼的那天起 我就一直在关注各位的动向 可惜若非刘孟娇与十二梦境早已隔绝 我们本该以更体面的方式相见 正式认识一下吧 我是刘孟娇的守牧人 弥凯 守牧人 刘孟娇的生活十分自由 也没什么组织可言 大家各过各的 井水不犯河水 我能做的也只是每天定式打扫 几座墓碑罢了 弥凯先生太谦虚了 每当有迷途的主梦科被带入这里 一直是弥凯先生担其守护者的责任 或是将他们送回美梦 或是教会他们如何在混沌的梦境中生存 原来是为大家长嘛 不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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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几座象征意义的衣冠种罢了 既然瓦尔特先生问起 我们不妨去实地看看 如果我没猜错 各位应该能在那里 得到不小的收获 不过在此之前 还有位重要的客人 要与你们一同前往 重要的客人 难道就是 这边走各位 刘孟娇的道路年久世修 注意脚下 住车 住车 这个可爱 太晚了 不�� 暗復 王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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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啦 大家唱得真棒 我很少尝试这种曲风 也学到了很多 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 植庚尿小姐 才短短几天 孩子们的进步就这么大了 格丽莎女士 我只是教会了他们如何发生 但教会他们对生活怀抱希望的人 是您 现实里的日子 一定很辛苦吧 你看出来了呀 每次告别时 孩子们都对这片流梦之地依依不舍 可我走遍了流梦郊的每一处角落 探访了每一个人 他们都告诉我这场破碎的梦 不值得留恋 不愧是众望所归的邪悦之子 艾玛和安迪都是我收养的孤儿 双目失明的卡罗 在匹诺康尼外环的营养房做工 家里从小便患有孤独症 他们尚未成年 也无法去往家族的美梦中 如果把人比作鸟儿 这些孩子 都是生来羽衣残缺的雏鸟 但在这片梦里 他们能获得完整的翅膀 尽管飞得跌跌撞撞 但也是在凭借自己的力量翱翔 至于我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老人 要是没有这片梦境 我甚至都无法走到他们面前 很高兴你们在匹诺康尼的梦中 开始了新的生活 只是 不用担心 植羹鸟小姐 梦有意义 但它不是一切 我和孩子们都明白这点 无论在梦里飞翔多久 最后总要飞回现实 但是你看 现在艾玛和家里不再自卑 卡罗逐渐懂得如何面对失明的困扰 安迪比从前活泼了许多 甚至连我 都变得更加乐观了 我们在梦里学会生活 然后回到现实 学会生存 如果羽翼不幸残缺 那就把翅膀借给彼此 不必贪恋梦中虚幻的天空 因为我们有权力 也有能力 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很高兴看见你平安无事 枝羹鸟小姐 新穷列车的各位 又见面了 听说我的失踪 在外界引发了不小的骚乱 非常抱歉 既然你身在此处 我们可否认为 枝羹鸟小姐已经充分知晓了 匹诺康尼的现状 自从回到匹诺康尼起 我的嗓音就变得异常 逐步演变为师生的折磨 我本以为只是场意外 也许是在外旅居久了 不习惯阿斯德纳高浓度的抑制环境 但现在看来 源头并不在我 我的身边存在着与同邪不合的事物 师生也是美梦正在崩溃的信号之一 美梦崩溃 那个一直也说过同样的话 原来是真的 在我离开匹诺康尼的这段时间 十二梦境的边界不断向外扩张 可每当我谈及梦中的异象 却总能感受到家主们三见齐口 只有兄长愿意解答 之后公司的使节暗中投来密信 更让我确信 匹诺康尼的光芒下 潜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最后 我通过向沐家系卷宗中的几条线索 找到了这里 被家族用死亡名义掩盖的流放之地 埋藏了匹诺康尼过往的梦中之梦 现在听来 这羹鸟小姐的嗓音似乎有所恢复 虽然残酷 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里的铜鞋 反而比美梦中传扬更广 我很遗憾 是家族出现了背叛者 他或者他们 舍弃了最初的信念 以铜鞋之名利用人性的弱点 将匹诺康尼 便成了沉沦于虚幻美梦的盛会之心 这根本不是以强缘弱 而是以强置弱 一个失去了平等的世界 注定不会再受铜鞋眷顾 受他自服的声音 自然也无法歌唱了 至更尿小姐 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 家族理念的变化 是由另一股势力参与其中 毕竟从黄泉小姐的例子来看 除非有令史以上的力量介入 否则很难想象在铜鞋的属地 会存在另一种能够影响所有人的意志 贤州联盟的遭遇我也有所耳闻 但就我所知 不存在外部势力干预家族的情况 也可能是我离乡太久 有太多看不见的地方 无论如何 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故乡 以铜鞋的名义 走向铜鞋的反面 为了弄清钟表将米哈伊尔 为何会与家族决定 又究竟是谁做出了背叛的决定 米开先生 还记得我们的交易吗 现在 是我做出答复的时候了 我愿意放弃 不再登上鞋乐大典的舞台 哥哥 你看 这里有一只小鸟 看起来是只小鞋乐鸽 可附近不是鞋乐鸽的棋息地 为什么它会孤零零的在这里 是被父母遗弃了吗 他看起来一点力气都没有 嗯 我们去找个软店 给他做个鸟巢吧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先带他回去吧 就放在你窗前的木架上 好呀 他歌唱的声音肯定很动听 不过他要住在哪里呢 我会去拜托家主 给他造个鸟笼 笼子 那他不就没办法自用飞翔了吗 啊 让我瞧瞧 是什么让神主最优秀的两位诠释者 如此好奇 竟然连餐后甜点都忘了品尝 哦 可怜的小东西 情况恐怕不乐观 你们想救他吗 嗯 想 但我觉得不能把他关起来 为什么 虽然他还小 连羽毛都没长齐 也不会唱歌 可他不是为了在笼子里生活 才破口而出的 鸟儿生来就属于天空 很浪漫的想法 那你呢 小博士 你认可妹妹的观点吗 我觉得妹妹说的对 但如果我们把他留在野外 他过不了几天就会死的 看来我们的小博士还有些迷茫 这样吧 孩子们 我来为你们讲一个故事 你们应该知道 鞋乐歌 是一种能够飞越大气层的鸟类 在高空飞行时 他们的羽毛 会因为摩擦产生的高温 发出壮丽的光芒 就像是一道道流星 我们对这种美丽的风景 屡见不鲜 以为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 可惜 那流星版的光彩 是他们同大自然斗争了数百个琥珀祭的结果 鞋乐歌的祖先太过弱小 无法在地面的生存斗争中胜出 为了免于被捕猎的命运 他们开始仰望天空 正是跃起 就这样 经过数千代 数万代的尝试 族群中的一只鸟儿 终于学会了如何正确地挥动翅膀 它成功飞起 从此告别了大地 所以 其实鸟儿天性是不会飞的 但它们靠自身的意志做到了 对吗 这确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解读 那么 星期日 你又是怎么想的 我 我觉得 人们之所以会认为 飞翔是鸟类的天性 是因为它们从没见过坠王的鸟儿 哦 这个思路也很有趣 那你现在应该想明白 如何对待这只小鸟了吧 我会 先将它放在笼子里 至少在它能独自活下去前 先这样 因为 我 无论如何 都希望它能活着 很好 孩子们 看来你们心里已经各有纳暗了 你们的愿景无比美满 我忠心期盼它们能以各自的方式实现 我们会好好照料它的 对吧 哥哥 好 嗯 不过 哥斐木先生 我还有一件事没想明白 说吧孩子 如果这只小邪约歌到最后都学不会飞 该怎么办 我是说 如果这世上确实有些雏鸟 终其一生都无法飞翔 那我们 那我们 还应该让它们回到天空 再眼睁睁 看着它们坠王在地吗 好 梦话说得不错 小鸟 该醒了 怎么 站不稳 要我掺你一把 我没死 哼 开心吗 告诉我这羹鸟在哪里 现在 我就知道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她 她就在这地方 不用担心 你妹妹很安全 现在 估计还在街巷里走访吧 如果我是你 在这个节骨眼上会更关心自己 毕竟面前可站着个 敢给你胸口来了一刀的混蛋 如果你真打算下死手 倒也不必给我寒暄的机会 说出你的来意 钟表将的走狗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难怪你敢跟孟主和四大家系对着干 看来我的选择 是正确的 选择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的虚构也已被你看穿 不剩多少时日了 没必要再虚与为疑 我想和你合作 你凭什么觉得能和我合作 就凭那位大名鼎鼎的枝羹鸟 也选择站在这边 再加上一位叛徒的线索 和匹诺康尼的光明未来 这样的特饮 能满足你的胃口吗 我难以相信一个全身上下满是谎言的人 嘴里能有几句真话 没事 你不用相信我 你该相信的 是你心底里的公义 先让我见到枝羹鸟 好啊 如你所愿 它来了 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开个玩笑 我是说 这位小姐会带我们去见枝羹鸟的 对吧 当然 还有星球列车和我 需要你给出解释的人 太多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这边请 尊贵的项目家主 这下所有的演员 就都到齐了 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纪念碑 上面的名字 各位应该不陌生 拉扎丽娜 还有 提尔南 在匹诺康尼 还被叫做边锤监狱的年代 是开拓将它和群星相连 他们都是拯救了阿斯德纳的英雄 名字里应被刻在岁月的封背 而不是这小小的石头上 然而现在 圣灰之星只剩下了美梦 沉重的历史和那座监牢一样 早已无疾可寻了 他们的名字被刻在背面上 这也就意味着 据弥凯先生所说 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拉扎丽娜 是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的 她为了弄清楚意志的留下 独自驾驶穿梭机 深入信息中心 再也没有回来 提尔南 则是一位善用枪械的牛仔 强大可靠 她带领人们 挺过了惨烈的对外战争 却没能坚持到 和平真正来临的那天 战后的十年 皮诺康尼深陷内忧外患 为了阿斯德纳 提尔南重拾开拓之道 带领登俄加戏 向星系外探索 却惨遭重军包围 全军覆没 虽然心里早有预期 但前辈们的故事 还是很令人遗憾呢 他们的一生都走在 迈向未知的进行时上 无愧于开拓之明 但 这块没有字的纪念碑又是 在刘孟娇诞生时 她的主人还没过世 但那人说着 总得有这么一天 应是给自己立了块无字碑 行穷列车的各位 又见面了 是耿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